好 我们今天开始 当然讲的就是我们关于印度的疫情的一个部分了 现在就已经开始节节高升 目前有记录的就已经达到了每日将近50万例 而且是有数字的方面 当然这个数字全世界都不相信 包含印度自己都不相信 但是为了要给出一个交代 目前这个数字暂时呈现了这个样子 但是目前印度几乎都是随地火葬 以及木葬 还有官方火葬厂已经没有办法消耗的状况来看 加全平均新冠病毒的死亡率 每天应该至少达到100万以上的新增染疫数字 才能造成1%的死亡率 而印度因为他没有氧气 以及没有其他的一些呼吸设备 所以说他的死亡率其实应该不会只有1% 应该会到中国之前比较高的那个阶段 也就是7%到8%这个阶段 已经算是很客气了 因为当时中国你还有氧气罩 但是印度现在不要说氧气罩了 你连氧气都没有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形成无法消化的遗体 必须遍布的印度的主要城市的各个角落 如果说在二战之后 亚洲最惨烈的浩劫 那么这个地方他的名字将会叫做印度 今天我们不是要讲世界的疫情 因为疫情的部分 我们暂时都会挪到礼拜二 也就是下周二我们会去详述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以印度的内外影响层面到底会有多大 印度这个国家 在过去主要是以宗教来治国 为什么是过去 因为现在的印度 他不仅仅是宗教 他还加上了民粹才能够运行的国家 在印度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去得罪印度教 因为印度教的人口占全印度的80% 80%到底是多少呢 各位老师把它画成数字告诉你 全印度有9亿人的人口 都是信奉传统的印度教 而这些宗教里面不仅仅是信仰这么单纯 而是牵扯到了复杂的家族 以及各盟邦之间的利益纠葛 印度南北是一个非常差距 非常大的地方 关于印度内部的主要语言 就高达50多种的印度语言 而不是只有印度语这么单纯而已 所以说白了 就是种姓制度方面的 撒地利与婆罗门之间来统治整个印度 虽然明文废子 但是实际上他的影响还在 而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阶级 他是根据什么呢 他是根据了婆罗门教里面的魔奴法典 还有一些早期的婆罗门教的经典 所分出来的人种等级 里面牵扯到了很多细节 只是老师一时半会也没办法讲给大家明白 但是我们简单的举例来说 所谓种姓制度 就是印度教里面的因果轮回在人世间的体现画面 也就是像漫画里面的海贼王 天龙人跟非天龙人里面的关系 你上辈子做坏事就会降种姓 如果你做好事就提升你的种姓 这个部分也可以在佛教经典里面 又叫什么地藏菩萨本院经里面的上品 就可以看到了相关的诉说 主要就是地藏菩萨的妈妈爱吃肉爱骂人 然后看到你眼睛还要去念你两句 结果他从婆罗门转身到女奴隶 大概就是费色守陀罗的女儿 而守陀罗他是属于守陀罗里面的 还是更低级的守陀罗 所以说关于地藏经各位有兴趣的话 老师在以后会开个节目跟大家来说 但是我们不是说地藏经不好 而是说他里面有一些印度教的文化 在里面会产生 而也因为种姓制度的利益阶层 必须拥护印度教的地位 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衍生出来的各种神明 节庆就有各种大象大型的祭典 这些祭典不止我们周三所提到的那三大元神 也就是范天、师婆、皮斯奴 还包含了相神、猴神、神舌等等 这些点燃这次疫情的新兴之火 就是印度你节里面的什么 大狐杰 大狐杰它是有由来的 它相传是印度教里面的神明跟群魔 为了争夺一个装有长生不老药的狐 而大打出手 那个药是什么呢 记得我们礼拜三已经讲过了 结果把狐给打翻了 里面有四滴的长生不老的药 多到什么 举办节日的四个城市 而印度教的教徒相信在这四座城市 分别特别可以特别在什么 恒河、亚牧纳河以及传说中的 萨拉瓦地河三条圣河的交汇处去沐浴 会特别的吉祥如意 而这个大狐杰不同于世界其他的节日 他是按照单纯的立法来算 那是我们传统的节日 但是大狐杰不是一样 大狐杰它是每隔12年才举行一次 每次会选择在刚才讲到那个四个都市里面 选择一个 而决定节日举行的地点是依靠什么呢 他是依靠星象 依靠什么 依靠太阳跟木星的位置 当两个星体出现在狮子宫 节日就会在纳希克这个城市举行 太阳在白羊宫的时候 就在赫尔德瓦尔去举行 太阳和木星在天蝎宫的时候 就在乌甲恩举行 太阳在摩羯宫 而木星在金牛宫的时候 就在安拉阿巴德这个城市举行 所以基本上是必须按照印度的专业占星师 来判断这个重大节日的实际举办时间 而这次大狐杰总计参与的人口 据说这个没办法去统计 行李廖老师这个没办法统计 他据说就已经超过1亿人了 光同时在恒河中沐浴 其中有一天在恒河中沐浴 就可以同时达到数万人 据说是2万5千人 但是老师相信不会这么少 而巧的是 参加这些活动的信众都不戴口罩 不管是扛神的 半神走的 甚至去沐浴的都没有戴口罩 因为神会保佑他们 如果是这样子就好了 而目前在这个瘟疫爆发 且无法控制之下 印度政府仍然没有打算停止这些宗教活动 为什么呢 难道印度没有专业的医生学者或是病毒权威吗 不 各位要知道 印度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制药国家 他不是之一 他是最强大的单一王者 而问题是印度教的权威是不能被挑战的 如果因为疫情而取消了祭典 那么婆罗门的威信就会被大打折扣 这个是其一 其二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除了印度婆罗门所建立的宗教系统 必须维护之外 更重要的是百姓的四字率 也就是教育普及度并不高 文盲在印度是随处可见 只受过几年小学教育就中错的比比皆是 在这种教育体制下 应信仰成为控制底端百姓心智的最好方式 过去中国如此 日本也如此 美国现在也是如此 美国的福音教派可以说是控制了选举的成败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而印度的教育水准低下 你没有让他有一个精神宗旨 那么他们这些人就容易产生很多想法 然后社会就造成了纷乱 政权就会不稳 所以印度教的活动对底端人民来说 是一个如同性命一样重要的活动 所以印度总理莫迪 无论如何也不敢碰触这个宗教活动的运行 说白了就是他下令禁止 恐怕也是政令不出心得理 无人敢奉招 你下口罩令 警察看你不戴口罩就拿着棍子痛打你一顿 但是你肩膀上扛的神明扛的神像 背后跟着几万人在你后面 你看警察敢不敢去阻止 所以印度的宗教活动 就是满街烧尸体 然后还是会有人去进很喝水 因为进了可能增加一点防御的神力 如果不进 那搞不好就没有救了 所以说死马当活马医 怎么样我也不能放弃宗教活动 大清朝的根子权乱的大戏 在印度也重新再上演 然而死亡率的暴征 就无法让神明来哀抚百姓了 就像有人跟老师说过 他平常都做好事 为什么还会遇到渣男跟渣女呢 老师也只能回答 你念佛一百万遍 也不代表你看到红灯可以直接冲过去 人的智慧是靠学习不是靠念经 经文是一个思想的引导 不是刀枪不入的戏法 拜个神就可以刀枪不入的话 在印度就已经会打破了 好吗 所以现在印度很多人开始砸毁了神像 为什么 因为哀大漠过于心死 在新冠的疫情之下 居然拜神了之后 不戴口罩也会死 这真是太令人心寒了 而宗教各位要知道 他是个两面刃 和平的时候可以制约百姓 乱世的时候会激起的民变 就像什么朱元璋的明教 他是宗教团体起身的 明朝皇帝 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 以及清末的庚子权乱 这些都是因为宗教而建国 也因为宗教而亡国的历史先例 而宗教失去的制约力 那么第二把刀就是民粹了 所以印度政府无论如何 都不会放弃跟中国作对 过去跟中国作对是为了缓解什么 印度国内的农民工抗争 对印度的百姓大声疾呼 你们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 都是中国造成的 你们东西做好卖不掉是中国人害的 天灾的产生也是中国人害的 中国人就是嫉妒我们印度的富有以及强大 谈我们的钱 看我们城市太美好了 所以不断的伤害我们印度的百姓 民粹这时候就非常好用了 如同什么 如同中国的抗日神剧 台湾地下电台所散布的中共的阴谋 当统治者受到了挑战 或是要取得政权 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在百姓的心中树立起仇恨 建立起仇人 那么这样子 职责者才能营造的 自己是跟百姓站在一起的感觉 可以同仇敌忾 俗话说的好 入者无法加佛事 出者无敌国外患者 国痕亡 印度需要一个不会倒下的敌人 就如同美国当年需要苏联一样 一个不需要更换仇恨的对象 百姓才有宣泄不满的空间 所以中国有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 印度就有手撕中国佬的抗中神剧 各位看过吗 所以印度即使再需要中国 也不能说明 也不能够示弱 也不能跟他说谢谢 因为现在去感谢你的敌人 那么请问你未来要百姓去仇恨谁 没有敌人的日子 是一个政府难以接受的生活 而美国就是另外一个对 另外一个白脸的存在 不仅仅是名义上的白脸 他也真的就是白种人的脸 对不对 但是美国人提供给印度的 说实话也是极其涌现 很多人包含印度人 都觉得美国这次很不厚道 需要人家的时候一起抗中 那么大家讲的话很好听 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什么 但是真的要江湖救急的时候 你说自己手头也开始很紧 是不是 最后才尽力的吐出一点资源 也大概就是一两千万剂的疫苗的原料 还不是真的疫苗 能给你的也是他们不要的AZ疫苗 印度拿到这些原料还得自己合成 但是一两千万剂的原料 在美国可以打好打满一个大都市的人口 获得充分的防疫力 但是你给了印度 对不起 你连心得力的人都打不过 各遑论控制印度的疫情 老师认为这不仅仅是美国小气 小气自私当然是一定的 这是人家的一个特色 美国的特色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把美国现在全部的疫苗都给了印度 说坦白的也是无济于事 因为美国只剩下一亿多的人 你还没有打疫苗 那么最多你也只有两亿剂的库存 因为你要打第二剂 对不对 你最多只有两亿到三亿剂的疫苗库存 给准备施打这些还没有施打完成的人 那么就算把三亿剂全部都给了印度 也无法抑制这一次的疫情扩散 因为印度这些东西都给印度人 也只够打印度的14%的人口 可以施打一剂而不是两剂 所以那是有个毛用 所以说美国他现在不可能去掏空国力 去救助一个人口比自己多四倍的国家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现在就能够给印度的 已经不是美国或中国 而是必须中国加上俄罗斯 才有机会遏止印度的灾难 而可惜的是印度不敢要中国帮忙 俄罗斯能给印度的现在也是暧昧不堪 能给他的也只有十几万剂的疫苗 因为这里只要垮掉了印度神话 后面的印度的政治 就会出现更多不可预期的权力板块的交地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再多的物资送到印度 其实也难以获得妥占的分配 为什么 因为印度国内的交通 几乎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把各项物资收到之后 辐射的收到印度各大城市或是各个省份去 更不要说农村地区了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几条像样的高速公路 全部的路很多都只是很简单的 在这次泥土地的地方 你要怎么样把这些物资送到印度的各个省份去 所以说在印度 你飞机一定当然是比路上运输快 但是你也不可能全部用飞机 也没有这么多飞机让你去送这些物资 那么更遑论其他的国家会派遣飞机来帮你运送物资 他们愿意在你印度上降落 已经是给你很大的面值了 你将这些飞行员飞到印度各个地方帮你派送物资 对不起办不到 现在的疫情在印度 大家已经听到印度两个字 皮都开始麻起来了 不要说什么人道救援了 办不到 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印度现在要面对的是千年以来的业力反扑 一个由婆罗门阶层所引发的宗教瘟疫 而造成问题的不仅仅是瘟疫本身 还有宗教的因素 这正在印度上蔓延 目前印度的路边可以看到许多打烂的神像 因为百姓突然惊奇的发现 世界原来不是他们认为的世界 当印度神童阿兰德不断的呼吁 他最近的节目老师有去看了 说实在的 他还在呼吁大家必须要去晒太阳 多服用草药的时候 遍地的火光也没有迎来逐渐消散的机会 而你真的晒太阳就可以缓解这个疫情吗 其实这是办不到的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需要的就是防疫 而不是太阳给你消毒 不然你美国总统的之前 前总统特朗普 他不就说要把阳光打到身体里面 把消毒水打到身体里面吗 不要一想天开 只有做好防疫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而印度会有机会战胜新冠疫情吗 当AZ疫苗现在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办法抵御 印度变种病毒的 现在印度能够躲出这个瘟疫吗 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到下周二的议题专题 我们再跟大家讨论一下 而老师今天要说的还是关键是在于 印度现在的疫情绝对是没有办法遏制的 就算有人说今天一天得到了500万的新增病例 那也不奇怪 现在问题不是印度到底会有多严重的状况 而是整个南亚会不会因为印度这个疫情的扩散 而扩散到整个南亚变成不可防御的状况 很多国家不论是巴基斯坦缅甸或是其他的 那些南亚国家 这么比例而居 难道不会有印度难民为了逃离这可怕的瘟疫 跑到其他的国家吗 在国界中可是没有所谓的长城 当你跑到其他国家的时候 你全家看起来健康 但是进入别人国家之后两天发病 你要别人的国家怎么去防疫 所以现在最危险的是什么 如何把印度人困在印度里面 是现在全世界正在想破脑袋 但是却无计可施的方式 因为你能够防御的就只有飞机不准飞到 飞到其他国家里面降落 也禁止任何从印度来的旅客 但是你无法喝止的 就从海上从路上从印度扩展出去 可能高达数千万人的难民 往全世界各地去扩散 当这件事如果发生了 那么南亚将会是一个可怕的灾难 而中国他也在跟印度是比山而居 他们中间有一个高山党者 中国会不会再进入印度的病情 这个很难说 但是以中国你只要一病情立刻封城 状况之下 就算是进去了 相信也会拓得比较好的控制 因为中共你知道 独裁残忍没人权 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 各位说是吗 好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各位有什么问题